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Citidium加这个Chrome Driver 来获取这个动态的数据 好吧 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不仅仅只是获取动态数据 所有的网页只要是浏览器能够访问到的 那么使用这个Citidium加Chrome Driver 其实都可以获取得到 只不过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那个 二杰克斯数据 有些时候获取得比较困难 那么使用这种方式的话 相对于你去解析它的那个接口 来得更加简单点 所以的话我们就会去使用这种方式 当然如果是对于一些精彩的网页 就是没有使用阿强克斯技术的那些网页的话 我们完全使用那个 比如说request库或是yourlab库 直接就可以把它给完成了 就没有必要去使用这个Citidium加Chrome Driver的 这个技术的完成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来讲一下这个Citidium加Chrome Driver 他们的一个站的使用 这个Citidium和这个Chrome Driver的话 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两个不同的东西 这个Citidium的话 它相当于是一个机器人 相当于是一个机器人 它可以模拟人类在浏览器上面的一些这样的行为 比如说自动处理浏览器的一些行为 对吧 比如说什么呢 点击数点击某个按钮 比如说在某个输入方当中输入一些东西 比如说商城用cookie信息的东西 等等 可以这个是用使用这个Citium 可以完成任何人类在 人类在浏览器上面发生的这些行为 点击的这些这些行为 使用这个Citium都可以进行模拟 都可以进行模拟 好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Chrome Java Chrome Java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驱动Chrome浏览器的一个这样的驱动程序 使用它才可以驱动这个浏览器 就是我们在这个代码当中 我们要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代码当中 要去打开这个浏览器 要在这个浏览器当中去做一些这样的操作 对吧 比如说使用Citium做一些这样的操作 那么你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驱动 要有一个这样的驱动 那么这个驱动的话就叫做Chrome Java 这个Chrome Java 它是专门用来去驱动这个谷歌浏览器的 专门用来驱动这个谷歌浏览器的 当然这个驱动的话 针对不同的浏览器 它有不同的那个驱动 对吧 有不同的驱动 只不过现在我们跟大家讲课的话 是以这个谷歌浏览器为例 所以的话我们使用的是这个Chrome Java 那么如果你在开课的时候 如果你在做盘课的时候 使用的是其他浏览器 你就应该选择不同的驱动 对吧 比如说你选择的是那个火呼浏览器 那么的话你就应该要下载这个火呼的那个Driver 然后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什么呢 Edge 就是那个虎哥新中的那个新版本的那个IE热烈器 Edge 那么的话你就在这边下载那个Edge相应的驱动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Suffer Suffer的话是那个Mac系统上面的那个浏览器 对吧 那么你就下载这个相应的这个驱动 相应的这个驱动 好吧 这地方我们随便来找个来给大家看一下 口中叫C 然后打开这个浏览器这个我们来看下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Suffer它的一个这样的驱动 对吧Suffer的一个这样的驱动 你可以去点一下进去下载 对吧 点一下进去下载 然后的话他这边是不是也告诉你了 使用这个Cinema来驱动这个Driver 来驱动它的这个Driver 对对 来驱动它这个Driver 好 那么我们这里吧 好 使用这个Chrome driver 那么我们就下载这个Chrome driver就可以了 好 好这地方我们来打开下这个Chrome driver所在的那个木啊 所在的那个Ur可能叫C 然后拿到这个那么来啊 可能叫V 好 这个地方的话他就列出了那个什么呢 最新版本的那个Chrome driver啊 那么这里吧 你点一下这个就可以下载了啊 他就会来到一个这样的下载页面啊 就会来到这个下载页面啊 这个下载页面的话 你看他这边虽然说是V32哈 但是其实那个64位的操作系统也是可以用的啊 像我这个电脑我是用的是64位 那么的话64位也是可以用啊 那么这个地方你就下载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然后如果你是其他的操作系统 你就根据不同的平台来下载不同的那个版本 好吧啊 这个的话是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好 那么这个下载完整又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就要去呃 来什么呢 来把这个东西来进行安装了 对吧来进行安装啊 首次的话先要安装这个什么呢 Cellium啊 这个Cellium这个东西的话 他有很多种版 有很多语言的版本 比如说如果你使用的是加网 那么这个Cellium他有加网的那个版本啊 你使用的是Ruby 那么的话就有Ruby版本的 那么你使用 那么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个Python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有那个Python版本的Cellium啊 那么我们就下载这个Python版本的Cellium就可以了 那么下载的Python版本的Cellium的话 也是非常简单 so easy啊 就直接通过这个Pype install啊 Cellium就可以进行安装就可以进行下载和安装的 非常非常简单啊 比其他的语言啊 还简单一百倍对吧 好 那么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来安装这个Chrome Java啊 Chrome Java 你如果下载下载以后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exe文件 当时这个exe文件 你不要去双击它啊 你不要去双击它 你不 你这样你只要什么呢 你只要下载完成以后 放到某个目录下面 当时这个目录的话 它可能需要组组组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的话 是不放到那个什么呢 不需要强新的那个目录下面 因为如果你这是放在一个需要强新的那个目录下面的话 有些时候你在这个Pype去执行这个代码的时候啊 它就会去访问这个目录 访问这个目录的时候 如果发现没有强新 那么就失败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要放在不需要强新的那个目录下面啊 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纯英文目录啊 这个的话 只是为了保险啊 当然我也没有做过测试 对吧 就是大家在做那个开发的时候啊 就是比如说一些软件啊 一些这样的呃项目的一些路径啊 都尽量放在一些英文的路径下面啊 省得以后不要给大家带来一些真的不必要的麻烦 好吧 好 这个地方大家去需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放在哪里呢 我是放在这个第一盘下面啊 第一盘下面有个叫做program app 就是编程的app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有那个什么呢 有那个来看一下啊 是这个地方有这个chromejava 对吧 我是放在这个chromejava下面啊 就直接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好 好 放在这个地方放放完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写这个代码 来什么呢 来实现一下的啊 来实现的 或是先来啊 先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op ok 对不对 看一下op ok啊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pchrome啊 这个pchrome的话 我是新建好的一个文件 叫做阿甲克斯斯巴尔的代码的一个真的项目啊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项目当中来跟大家讲到啊 好 这个地方啊 我们首先的话先来导入一下那个什么呢 现在导从这个Cinema当中导入这个web driver啊 from这个什么呢 sele import一下这个啊 web driver对吧 这个web driver的话 它是抓没有了去驱动一些浏览器的啊 不同的浏览器的话 在这个web driver下面啊 有不同的那个类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地方再来定义好那个driver 它的那个路径啊 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chromejava 它的这个路径啊 就是我们口证在c 然后来到这个来 给它取个名字啊 叫做啊 div driver pass啊 驱动的路径 是在这个下面等 那个什么呢 那个crome chrome div dse啊 这地方因为里面有一些这样的鞋 干好 那么这地方我就直接给它加一个啊 加个啊的话代表的是那个原生字符上 对吧 原生字符上啊 就是你里面什么 你里面这里面好 是什么 就是什么 对对 好 那么有这个定义好这个路径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去啊 使用这个web driver来创建一个这样的啊 谷歌流浪器的driver 哇 好 这个定义好一个编程叫做div 那就是什么呢 web driver.chrome啊 现在我们使用的是谷歌流浪器 那么我们使用的是这个chrome这个类啊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的流浪器 比如说fire force啊 那么就是fire force 或者是那个什么suffer啊suffer 或者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i1对吧 i1啊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使用的是这个chrome啊 就这边的话呃 需要传递一个什么呢 需要传递一个呃 直行路径啊 exexecu excuseable pass啊 exe base ase ase 等于这个什么呢 driver pass啊 等于这个 drive pass 这样的话 就是说呢 我使用这个库 我以后的话驱动的是谷歌流浪器 那么驱动的那个驱动程序 它的路径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边 就是这里啊 那么的话 它以后就会去使用这个驱动 来去驱动谷歌流浪器 好吗 好 那么这个地方有这个driver 以后接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个driver 去操作这个浏览器的啊 去操作这个浏览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来个最简单的 就是来打开一下那个百度的 百度的那个网页 好吧 好 那么就是driver.get diver.get 然后还把这个ur点进去 那么这个ur的话是htps 3w.百度.com 对不对 好 这个里面哈 这个以后的话请就完整一下 他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driver 去获取里面的一些这数据啊 这个地方他不像那个request 库request库的话 他会返回一个东西给你 对不对 这个东西的话 他不会返回啊 如果你想要去获取这个玩意儿 里面的一些原代码啊 就通过一些属性来获取 对吧 比如说我们来获取这个 什么的百度这个网页当中的 那个原代码 那么我们就可以占助过去啊 我们来打一下 driver.net什么呢 diver.net那个啊 page resource哈 page resource的话 代表的是这个页面 他的那个网页原代码 好吧 好 这里边我们口诺加索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使用这个sim 就可以去操作我们那个 谷歌浏览器的 再来举行一下啊 你看是不是打开了这个浏览架 对 而且这个浏览架当中 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些 呃 是不是就来到这个页面来了 而且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写着一个 说chrome正在收到 自动测试软件的那个控制 对 就是收到我们这个什么呢 slim他的那个控制啊 就是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啊 大家的话 在科技里面也是啊 如果能够将这个浏览 啊在运行这个程序后 这个浏览器他能够自动拿开 并且啊 这个网页原代码能够获取得到 说明你现在这个slim和这个啊 driver的话是已经可以啊 使用了啊 就可以继续下面的课程了 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那个课下里面来 呃 来来问我吧 然后的话哈 这个地方还要跟大家说明一点 是什么呢 呃 这个代码哈 就讲到这里了 还要跟大家说明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slim加这个呃 这个技术啊 加这个chromeger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的话 其实他最早伸出来 并不是未来来写爬中的 他是用来干嘛的呢 他是用来做那个自动化测试的啊 就是我们在有些测试中呀啊 测试你这个网页里面有 有没有相关的呃 一些比如说你这个网页运不运 运行是否正常对吧 呃运行运行以后是否达到我想的目标啊 那么如果你通过那个人工的方式去点击的话 你每次啊 开发那边改完以后 每次要去要去走 要去测试 你对人工去走一遍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写一个这样的程序啊 去让这个程序去把我们去执行 对吧 我们去执行 就以后的话啊 开发说改完了 那么我就运行一下我这个程序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对啊 这个东西哈 他刚刚被发明出来 并不是说我用来写爬中的 只是用来做那个自动化测试的啊 呃 只不过说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这种特性哈 正好是可以符合我们爬出的一个这样的 呃 需求啊 说的话就拿到这个里面来用了啊 拿到这个里面来用了 好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关于这个啊 Cinema以及Chrome Java的那个介绍 我们就讲到这边啊 下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这个Cinema里面的一些啊 常用的一些这样的API啊 以及一些这样的方法的使用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 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